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年龄大了应该要少吃肉,医生职严 这些老人多吃这几种肉或是会更加长寿又健康 其实在公园散步的时候,我就曾经听到了两位老人在聊天 比较高瘦的老年人,对比较矮胖的老年人来说 你那么胖,就是因为每天吃鱼吃肉所导致造成 虽然你舍得花钱,但是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 就应该每天只吃青菜豆腐,那么会谈节俭 既能省下不少钱,又能让自己身体更加健康 当我听完这段话之后,不禁玩笑了一下 咋听之下怎么似乎有那么一点道理呢 我在想,这应该是很多老年人会有的一些迷惑 那么年龄大了,老年人就应该要少吃肉吗 老年人到底要多吃肉更长寿,还是少吃肉更健康 那么很多人真的是不了解 那今天我们就和专家一起来看一下 到底怎么吃肉更健康 其实专家也说了 老年人平常吃肉或更长寿又健康 首先我们要知道肉类食物除了含有汁汁之外 主要提供的营养元素就是蛋白质 所以这个蛋白质也是非常重要 那么对于我们人体的生理功能 简单,我们可以给它分为三种 第一种就是可以提供身体细胞所需的热量 第二种就是可以调节我们人体的生理机能 非常简单,第三种就是可以修复我们的身体组织 所以老年人到底应该摄取多少蛋白质才足够呢 因为我们在整个生命周期 一般是从婴儿期到青春期 这段时间 人体生长花益是最快速 也是蛋白质需求量最多的时候 相反 对于不需要再花异的一些白花老人来说 摄取过量的蛋白质反而会导致肝脏肾脏负担 那么根据营养素 摄取长烤指南 这本医生专家也建议 55岁到70岁以上的老年人 每公斤体重 大概要吃0.9到1克 这个蛋白质就可以了 就可以很好对付身体 那已经是非常满足 此外由于一些老年人生理功能退化了 所以关系也比较大 尤其牙齿阻截功能 脊脚功能下降 还有舌头 这个味脸素量也开始减少 所以导致对味道 也是清淡 容易阻脚的食物 植物 这些食物里面摄取的意思 所以很容易导致直接 造成了老年人蛋白质 脂质等一些营养素的缺乏 那么时间一旦过长 老年人很容易陷入营养不良的局面 更为重要的是老年人 由于年龄增长这个原因 那么很容易就会出现一些 大腿小腿肌肉减少症 肌肉减少症很容易使得老年人身体衰弱了 一旦衰弱 这个后果不堪设想 治理能力就会下降 那么在生活过着就不好 不舒服 品质也下降 很容易导致身体机能都会下滑 那会促使我们进一步 形成跌倒 老年痴呆 认知障碍 情绪发生了一些不好 进而使得患病率加高 死亡率也会加高 那么这样子 医疗发挥也会增多了 而老年人经常摄取高蛋白食物的时候 对肌肉减少症 那有很好的预防作用 在一项横跨22个国家大型研究中心已经表明 经常吃一些高蛋白食物的老年人 比经常吃素的老年人更健康 不仅患有癌症这个风险就会降低 而且寿命也会更长 一般能够更长 更常活着20岁左右 那么回到公园里那两位老年人的话题 天天只吃青菜豆腐不吃蛋 不吃牛奶不吃肉类就不营养吗 虽然我们这个豆腐呢 它所含蛋白质 对身体也是有很高的生理价值 但是它已经缺少了维生素B12 加上老年人本身 这个胃的墙壁就比较萎缩 还有胃酸 而里面的分泌物就会减少 导致蛋白质分解下降 缓慢 就算是食物中含有 维生素B12 也不能完全失望出 可以吸收 比如说食物中在缺乏维生素B12 也导致恶性贫血 严重的时候 足以发生死亡 所以这个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那么这两种肉最适合老年人 所以我们一些年轻人老年人也都知道 这个肉里面除了蛋白质 还含有油脂 然而这个油脂可分为看得见 还有看不见的油脂 一般均衡饮食 一些专家又建议了 我们食物当中就要足够油脂 那我们来吃 那会比较好 比如说一份110克的豆腐 还跟这个一份50克的瘦肉 它所含有5克看不见的油脂 加上我们在平常炒菜所放的 看得见的油脂 这些其实呢 就是足以为我们身体所提供营养 那这样子的话 一般来说 这个肉类能够经常吃 它能够帮助老人家排便 小便 长久下来就会导致造成心脏 血管 肠胃 很大的伤害 一般来说 以下肉 它只适合老年人 什么肉呢 一 鱼肉 如果你经常吃鱼 你就会非常清楚 它非常美味 然而除了美味之外 在这个美国 华盛顿维生素 发表一份研究表明 鱼肉脂肪含量低 那么蛋白质含量高 所以维生素D 还有B2 也是非常好 那么专家就建议我们平常要多吃鱼 老人多吃鱼 对健康 对于衰老 都非常有很好的改善 那么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边 喜欢这个视频 可以点赞收藏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下个视频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